先放置這兩枝 先放置一邊 先放置一邊 再放置這一枝 兩枝都一樣 先放置一邊 再放置一邊 你可以慢慢移進去 通常那盆花插得矮一點 你可以放置一些葉 方便一點 然後我們先放置一邊 像這處 將它放置在左邊 這個泥 大約是十二點 和這個兩點位 一點點一前一後 做一些線條 我們可以把這兩個木百合 一個我們放在 右邊 我們可以放在這個五點位 七點位 我們放在七點位 另外一枝 這一枝 我們就放在左邊 這一盆 這個來講 你一樣可以放在中間位置 長一點的 這一枝的玫瑰 我們放在右邊這個泥 差不多這個 即是中間 九點這個位置 我們就放在後面 十點位 泥側十點位 有一點點 這個就是指著 從右邊走向左邊 這枝五吋 我們可以放在這個 泥面五點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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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面五點 我們一起過 已經將這些木百合 玫瑰 我們放好這個主要的線 我們有些沙巴葉 你可以繼續加些葉 像這些位置,你都可以加一些葉 大塊一點的就可以放在後面 做一些背葉 泥質也要加一點點 我們在這個玫瑰的口 8至9吋左右 我們將這一枝放在10點位,泥質 至於這些花仔,其實都好用的 這裡有一個腳位 剪出來有一個腳位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腳位才行 這樣 剪出來可以逐個入泥都行 剪出來之後,我們就可以放在之間的位置 一枝一枝就剪出來 剪出來 我剛剛跟大家示範了一枝 我們叫做平台式的擺設 平台式主要是一個向橫伸展的形態 我們今天用了這個龍柳 主花方面有這個木百合 另外拌花有玫瑰、葉 我們用了沙巴、米仔蘭 至於碎花,我們用這個胡基 和這枝一枝草 大家練習這枝花的時間 盡量留意 是一個向橫伸展的形態 而高度方面 不要超過這條橫線圖的一半 這樣就可以了 希望大家多些練習這個平台式 放在譬如說 餐桌、會議桌都很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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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